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进行贝叶斯这一部分的最后一节的内容介绍 我们这一节来介绍一下正态分布 Normal Model 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最基本也最简单的一个框架 就是正态先验的时候的Normal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介绍 这一节我们分三部分 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为什么正态分布Normal这样的一个assumption假设 是非常重要和普遍的在现实研究中 第二点我们给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把Normal也做一个进一步的复习相当于 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 假设方差已知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只对Normal里的命 期望未知参数感兴趣的时候的一个公额的一个模型框架 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讲座 希望对大家在我们下来将要学习的临床实验中呢 能够有一些BS的一个认识 不至于特别的陌生 好 我们说why normal 为什么normal很重要 我们说 非常多的biologic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meverments as well as meverment errors are thought to approximate anormal distributions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对吧 不管是物理的 生理的 生物的 等等 我们说 很多东西呢 包括测量误差 我们都认为呢 它会近似服从正态 就像我们的血压 我们的身高 我们一般人的成绩 等等啊 所以说呢 it is one of the most broadly used distributions to describe continuous variables 对于连续性数据来说呢 它是一个用途最广泛的 来刻画连续性变量的一个模型 这是两个说法了 然后第三点呢 我们说clt 就是central limit theorem 就中心极限定理呢 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any variable that is basically a sum of independent confidence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abnormal 中心极限定理 其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它基本上就是加起了 概率论跟树里统计的一个桥梁 一个bridge 一个桥梁 我们说中心极限定理 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讲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穷多的 无穷多的这个变量 他们不管 是不是正态 都不重要 只要多 把它们加起来以后呢 我们中心极限定理 就会告诉我们 这些变量的核summation 它就会近似服从一个正态风波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另一个事 就是 就是不管是什么变量 只要足够的多 它们加起来呢 就会近似的服从正态 所以说正态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东西都会converge收敛到这样的一个分布上去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这个normal model analytically convenient 分析起来它也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大家如果学过一些熟理统计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指数分布组 exponential family 然后有个充分统计量 其中就用X bar和S方 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就可以来刻画这个normal model 然后它的理重框架也非常清晰 然后呢 当然这个 这个跟刚刚上面那个中心极限定理说的意思差不太多 就是influence about the population mean based on normal model will be correct as n approaches infinity even if the data are truly not normal 就是 数据如果即使不是正态 但是它的命呢 也基本上会服从正态 就是它的X bar 因为我们知道X bar其实就是无穷多个 X bar其实就是很多变量加起来除以N嘛 对吧 除以它的样本量 所以其实跟中心经验令理说的是一个意思了 好了 我们说我们的正态分布呢 我们说如果一个随机变量X这应该写成大写的随机变量 这小写的是实现值 我们说这个大写的一个X bar X如果服从N,μ,sigma,square,sigma,方 这两个参数一个是期望一个是方差 如果没有平方向 没有这个2就是标准差对吧 我们说它的PDF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就是它的密度函数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对吧 跟2πsigma1分之1 指数E的负的 X-μ的平方除以2sigma方 其中这个μ是期望 然后它有两个参数μ和sigma了 这个μ是可以在整个实书区间对吧 负无穷到正无穷都可以曲折 然后sigma是标准差 它要求是大约0 好这是我们的正态分布 我们上来简单的看一些例子 这个是标准正态分布 standard normal对吧 标准正态分布它就是01对吧 期望是0 方差是1 我们写出来就是更化1分之1的负的2分之X方 如果我们把它的密度函数画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中心曲线 对吧 一个大中 你可以想象是个立体的 如果我们它中间看一刀 这个抛面是吧 就是这样 所以bioshape 就这么来的中心曲线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东西 它对称的对吧 然后以0为中心对称 好 我们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个X它小于0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说一看就知道应该是对半 对吧 50% 如果用r function r语言来做的话 我们就输一个p normal 就是小于等于0的概率 是0.5对吧 输出 因为正态分布是连续型的 所以小于0和小于等于0是一回事 OK 简单的在这说一下 好 另外一个我们要复习的 就是所谓的 这个6895 99 99.7准则 也叫3sigma r语 3sigma准则 这个准则说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准则说 你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也可以同时看这个字 这个准则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是mu 对吧 这个mu 我们说 这是它的标准差 对吧 sigma 它 它有68%的这个面积 占到了68% 就是我们说 如果对一个正态分布来说 如果你以它的mio为中心 然后 左边右边都给它来一个 一个标准差 那么基本上是68%会发生 对吧 如果是两个标准差 95% 如果三个标准差 99.7% 好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学过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 就是 任何一个正态分布 大于三sigma 和小于负三sigma之外 都非常非常小了 对吧 是这么个意思 都很异常 outlier 我们大家可能听过管理学上的一个六sigma原则 是吧 六sigma原则就是 我们在质量管控中 希望产品的出错率 要落在正负六sigma之外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几乎就是接近百分之百的 好 那我们来把简单的用R语言来实现一下 我们现在想算一下一个我们用标准正态来算 这个mio就是零了对吧 好我们说 负一到正一就是它的一sigma 对吧 标准正态它的标准差就是1 我们要敲R语言的话 就是pnormal1-pnormal-1 对吧 68.3% 对吧 如果正负二就是95.4% 如果正负三就是91.7% 好 这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结果 我们现在再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应用题 我们说假设有一个大学数学考试 然后它的成绩 test scores 是follow normal distribution 我们此外 我们知道这次考试考完了 对吧 比如说高考 考完了 我们说所有全体考生的平均成绩是72分 然后标准差是15.2 假设这个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现在有个学生考了90分 那how to evaluate his test performance 怎么样衡量这个90分 是好还是坏 是多好呢 对吧 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的 我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就是72 然后它的标准上15.2 这么个东西 然后大于90分的概率 其实就是这块的红色的面积 对吧 我们可以 这块面积如果很小 就说明这个学生他很优秀 这块面积如果越大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人考40分 这个面积那么大 对吧 他就学习不好 OK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可以用R语言来算一下 大于90分的概率 大家看 我先说底下的这个 我们刚刚说Pnome是小于90 一减Pnome就是大于90 对吧 你输一个min是72 两个参数 对吧 15.2 带进去 算出来是12% 大概 所以也就是说 比这个学生成绩好的人群 大概只有12% 对吧 所以这个学生还是不错的 我们还可以写这样的一个话 就lowertail 就是lowertail是false 那就是我们要算的就是upper tail 直接就算了 对吧 这个就是upper 所以我们算出来 直接就是大于90 好 大家如果你对这个清晰 你就知道 也可以这两个都是等价的 好了 我们现在复习完normal了 我们来看一下 方差已知的时候的一个normal的一个正态的共恶的一个 贝耶斯的一个框架 好了 我们来 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共恶先验的定义 我们上次已经说了 我们说 我们说如果一个pθ呢 就是θ先验了 如果我们说这个pθ呢 叫做一个共恶的话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他的后眼 πθ gmx 出了个x结果以后对吧 这个后眼还跟pθ 来自于同样的分布组 我们就说pθ 其实它是对一个sampling model来说 他就我们简单的说 就对于θ的一个共恶先验 我们大家都学了这个例子了对吧 如果大家不熟悉 可以看我前面的几节的视频 β binomial model 我们说如果y是服从二项分布Np的 这个p是不知道的对吧 然后我们给p一个β先验βab 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在y已知的时候 也就是p给定新的数据的时候 这个p的后眼分布还是服从β 所以我们说β先验是对于二项分布里面的 这个参数p来说的一个共恶先验 好 这是我们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正态分布下的结论 我们假设数据x1到xn 是独立同分布来自于nμsigma方的 好了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形 就是μ是不知道的 sigma方是一致的 OK当然这个肯定是不恰当的 我们先假设给一个框架 一会儿我会推荐一些贝耶斯的书籍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自行在学习 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也会给大家完整的讲一门贝耶斯的课 好了 我们现在先这么假设 好了 所以我们这里面唯一未知的参数就是μ 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写出自然函数likelihood 这个likelihood就只有μ了对吧 然后likelihood里面有数据对吧 所以likelihood其实就是这么多的密度函数的成绩对吧 rπsigma方根号负的对吧 然后e的xi-μ 这边μ是不知道的 sigma知道对吧 假设知道 xi是数据 当然是知道 我们现在对它要进行推断 对谁进行推断 对μ进行推断 我们贝耶斯就要求我们对μ 给一个鲜艳对吧 我们当然不知道给什么鲜艳了 但是这里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假设给μ一个正态显验 好 这个正态显验也就是μ服从一个什么分布 我们假设μ还是服从一个正态分布 这里边的参数分别记作delta和tau平方 这里边这两个假设 假设是知道的 也可以假设不知道 我们到时候再说这来自于历史信息 就像我们那个beta 你看咱们前面这个betaab 我们可以比如说给它均匀鲜艳 beta11等等 对吧 假设知道或者不知道都行 好了 如果这时候μ已经给了一个鲜艳了 分布了 这个鲜艳分布写出来很容易 这个就是一个正态分布 对吧 然后它的期望是delta 然后它的标准差是top 对吧 标准差是top 然后方差是top平方 好 那我们要用备焰斯来对μ进行估计的话 我们说μ的后焰密度 posterior 对吧 distribution 它就正比于 正比于这个 私人函数乘上鲜艳密度 对吧 然后这块是私人函数 这我其实应该打一个中括号 因为这个相乘是指的 这块相乘 跟这没关系 这一块整个是私人函数 然后再单独乘上 这个μ的鲜艳密度 对吧 好了 这一个乘 那你看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一块都移成 这一块一乘 这个进去以后 你看这个指数 这块应该是相加 对吧 没有错 然后这有个负的二分之一 可以提出来 对吧 然后里边就剩下套平方分支这个 然后这块是相加 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展开 对吧 xi平方减2xiμ加μ平方 大家没问题 这个也展开 μ平方减去2μσ 加σ方 然后我们通一下分 然后我们通一下分 这个是刚刚 把刚刚又抄了一遍 对吧 然后我们通一下分 这个我不仔细看了 这很容易的 对吧 通一下分 这就成一个套平方 这块就成一个σ方 然后给它都沉进去 一加加号加开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把里边所有 我们里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里边 唯一的未知参数是μ 只要跟μ没关的 我们把它全部割到一块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全部割到一块 跟μ有关的 就是这两项 好不好 好 你看这两项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负的二分之一 这有个中括号 这一项 μ平方乘以这一块 减去2μ括号的这一块 再加一个 不管它 这是一个肯定是个constant 不管它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其实很像一个 就我们那个平方差公式 对吧 中学的那个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你看你整理一下 看 我们给它凑一下 这个给它弄出来 就可以凑成这样子了 OK 如果凑成这样子的话 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里边是一个 这里边是不是一定可以写成 μ减去这个的平方 中间展开 肯定是μ减去2μ的这个东西 再加一堆东西 都不管它 因为跟μ没关 是吧 大家仔细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kernel核 核心的东西 因为我们正态分布 最核心的就是那个e上面的那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假设sigma平方已经已知了 所以你看 我们如果看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来 μ复从什么分布 μ减去它 这个就是它期望 然后底下是个负的 这个是不是给它隔下去 所以它的方差是不是就这是它的方差 其实是一个方差 所以大家看 我说错了 隔下去就是它的倒数是它的方差 对吧 所以大家看我们就求出来了 这个μ的后焰分布 μ的后焰分布它的期望是这个东西 你看 是不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的方差是这个的倒数 它的方差是这个倒数 倒数我们可以这么写 我们在这个贝耶斯分析里 我们更喜欢用的是方差的倒数 方差的倒数我们叫做precision 叫做精度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叫法没叫错 对吧 因为方差越大说明越不精确 方差越小越精确 所以方差的倒数叫precision 方差越大它的precision越高 好吧 好了 那同样的套平方是鲜艳分布的方差 所以套平方分之一就是prime precision 鲜艳分布的精度 我们数据的方差是n分之sigma方 所以倒过来sigma方分之n 就叫做data precision 叫做数据的精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后焰方差 如果你把这个负1去掉 我看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负1去掉 sorry 我这应该把负1去掉 然后这个负1去掉以后 就应该是后焰精度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把这个负1应该去掉的 我这个打错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是原先的数据的精度 这是鲜艳的精度 所以我们说后焰的精度会提高 这个没有错吧 就是我们在 我们其实在没有数据之前 我们只有鲜艳的精度 但是数据有了以后告诉我 给我们增加精度了 对吧 这是这个东西 大家不要看这个 这个我敲错了 应该有个负1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可以写的再好看一些 你看这是我们的命 这个命我们可以写成两个分式 对吧 这个除这个和这个除这个 大家看是不是 这个除这个和这个除这个 然后大家仔细再看 什么是x bar x bar是不是 sample mean 就是样本数据告诉我们的期望 告诉我们的期望 平均对吧 然后delta是不是是鲜艳的prime mean 对吧 然后这是两个权重 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 就是后焰me mu的这个期望 它是鲜艳命跟sample mean的一个加权平均 然后这个权重呢 刚好是各自的精度的比例 看这个是鲜艳精度的权重 这个是数据精度的权重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当数据 当n数据量无穷增大的时候 这是不是就告诉我们数据的精度会越来越大 那这块是不是就没了 对不对 n区无穷这个极限是0 然后n区无穷这块基本上就是1 这个就没了 对吧 只有x bar了 所以我们说当n无穷的时候 我这个括号小错了 当n区无穷的时候 mule given x 它的期望是无限的接近于x bar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variance是无限的接近于 把这个去掉的话叫精度 如果是导过来的话就是方差 也会无限的接近于样本的方差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两个结果 就是我们传统的频率学派的结果 对吧 然后我们说当n无穷大的时候 贝叶斯跟频率学派的结果 是几乎是identical一致的 所以这又是告诉我们 其实频率学派是贝叶斯 区无穷的时候的一个极限 或者说一个特例的结果 所以贝叶斯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 更general的一个方法 好了我们贝叶斯这块 我们就用了这四到五个小节 五个小节把它介绍完了 我们就stop here 对吧 for this short vacation introduction 然后我们说我推荐几本书 这几本书 当然很多很多贝叶斯的书了 我也读了很多 然后这几本书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是这么一个意思 首先这一排都是比较基础的 我觉得比较好读的 这本书是非常好 这也是本新书 他给你上手用openbox和r来进去 这些操作非常简单 几乎没有什么理论 最后这本书 就first call 这本书是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第一本 稍微带点理论的书来读的 因为它推导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而且所有的例子都有r来给你解释 所以我觉得对你第一次学贝叶斯非常有帮助 然后这本书也是写的很清楚 然后在美国也很长销 然后他用的是r和stamp 这样的一个语言来写 都非常的应用 同时也带一些理论 好了 如果你这些书都看完以后 如果你想进一步呢 我推荐可以看这几本书 比如说这一本绿色的书 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它非常理论 它没有任何的程序 但是它会非常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 rigorous 比较严格的来推出各种理论了 我觉得挺喜欢看这本书的 然后这本书它是会介绍bation hierarchy model 它也有r 这本书写的还挺清楚的 但是它需要你懂 至少学过一门贝叶斯 你才能看懂它在说什么 因为它会不太顾忌你的过去的基础 但是你要是学过贝叶斯 你会觉得它写的还不错 然后这本书是Christine Roberts的书 这本书比较难的 就在北美有时候会作为博士生的一些教材来进行 然后底下这本书也是非常畅销的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呢 其实读起来非常的 不是特别舒服 我觉得你可以作为参考书来读 如果作为第一本教材来读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读 好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上到这 然后我们下一次呢 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 Dose Funding Design的讲解 谢谢大家 Dose Funding Design的